好 那我們接著在教德 在課本大概101頁 101頁這邊開始 這邊經文就提到了 須不提 我念過去無量阿森起解 於安登佛遣得子八萬四千萬一 那由他諸佛 階階共陽成是無空過者 那這個空就我上一次跟大家提到的 雖然他不見得代表這個所謂的必進空空性的概念 不過在金剛經本身有這個出現空這個字 出現三次 那前兩個是跟虛空的關係 那這個是算是第三個 無空過者就是 這邊的空比較是沒有的意思 跟那個無自信 或者無自信這個概念是比較不一樣的 那這邊就是如來佛呢 舉自己過去修行 菩薩道的世紀來證明受持本經的功德 所以這邊就提到 佛過去在建南登佛遣 實際上也是修了無量阿森起解 那遇到了很多佛 這邊就八萬四千萬億那由他 那由他基本上就已經很多了 有時候是不太可數的 那在這些佛 遇到佛呢 那釋迦摩尼佛就是一一的 對這些佛成事供養 而且沒有空過 空過就是沒有跳過讓過 或者是沒有白費 遇到佛沒有去做這些 所謂的供養這些事記 因此他所得到的功德是無量無變 這邊就再次提到 釋迦摩尼佛在南登佛前 那遇佛而得受祭 是明心菩提 那我們再次的強調 再說明 以本經來說 就是為什麼遇佛受祭 是因為是得無聲法人 而且是在第七地 所以呢 大家如果還有印象 我們剛看到的那個圖表 我們上次有提到 實際上清正十項 在生文次第就是出國 在菩薩是出地 那也可以叫做明心菩提 但是 遇佛受祭再發心的 這個明心菩提 是因為菩薩得了無聲法人 無聲法 無聲就是涅盤 所以他可以直接關到涅盤 甚至他可以提正涅盤 但是忍而不正 我們叫做無聲法忍 所以這個無聲法忍 這個忍就是智慧 他對無聲法確定無疑 確定無疑 那這樣是直接的經驗 在這之外呢 七地菩薩是不正入涅盤 因為當下有諸佛勸請 再發心 所以這時候的再發心 就是發所謂的聖意菩提性 因此叫做明心菩提 那也是從這邊講 從初發心以來 修了兩大聲啟節 我修行的善行 所得的功德 因為呢 還沒有真的理解 或是體正諸法 這種空無自信的道理 所以沒有側悟理想 雖然有智慧功德 都還算是取向 是有漏的 是有限的 在末法時代 有人聽聞受死金剛經 乃至可以隨順裡面的道理 就是隨順性功法門 這是第一個 就是我們剛講的這個信順 或者可以離向深清淨心 那他所得的功德 比世尊過去所修菩薩行 供養佛的功德 還要殊勝 看到數第二行 菩薩發心修行 以離向無助為本 這個是解脫成佛的核心 學佛者應該要積極的 以這個為主去實踐 我們再次的理解到這個城市 供養並不是只是外在的 去 一般說的衣食主要去供養 就是在衣服上食物上 或是飲食 就是醫藥上的這種補肌 沒有缺少 主要的是 就是將我們所修的法 內化於身心 表現於我們身與上 所以老師在其他的著作 有提到這個護持活法 護法這概念 我們到寺院 護持寺院 或是護持生團 這當然也是護持活法 或者是流通經券 以現在這種所謂的印刷的方便性 現在或許反而比較少 再早幾年可能這種印大聖經 或是印經流通 這種是非常盛行的 印經有功德 這個是非常有盛行的 但是這個都還不 應該說這個還不是真正的護持活法 護持活法最好的情況就是 將這個法意內化於我們身心裡面 表現在身與上 讓人家覺得你學佛之後 行為上也改變 語言上也更為條柔 更為他人著想 這個才是真正的護持活法 接著 己三 截探男士 須不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於後莫世 有受持讀 受持讀 受持經所得功德 我若據說者 或有人吻心 則狂亂 無意不信 那須不提 當知事經意事 當事經意不可思議 果報亦不可思議 那這邊都是將所有的可能性 就把它裸列出來的 那也可能反映 那時候 有的情況或者是之後 的眾生會遇到的情況 好 這邊就提到 如果以佛的無方便才 還有無限的神通 將這個波羅經的功德 全部說出來 那聽到的人可能就會 懷疑 那有人就會受不了 發狂 因為這是超乎一般人 所認知 可以了解的境界 總之呢 波羅經的 波羅相應的大悲妙行 甚深管大 實際上 沒辦法用心思演繹 就是內心的思考 語言的討論 去說明清楚了 好 接著是屬於方便道 方便道 那在這之前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個 略表 昨天也有看過了 不過我們還是 多多的來 理解幾下 剛剛也有稍微提到 就是在方便道裡面 他也是 將他分為 丙跟二 就丙一 跟丙二的內容 開示次第 那一樣是圍繞到 所謂的菩提 跟菩提心相關的 明星菩提 但是這時候的明星菩提 因為清正實相 那更或者說 更進一步的是 就是清正實相的無神法人的這個菩薩 他更 之後所做的就是 幫助眾生 莊嚴佛祖這個事情 那最後在這個過程當中 第二個出道菩提 就是更能降伏 那時候已經斷進煩惱 可是還有所謂的習氣 更能 藉由進化 莊嚴佛祖救度眾生 更能進化 自身的習氣 到第三個就是救進菩提 那所謂的救進菩提 就成佛 那另外的 在不同的說明上 也會提到 出地菩薩清正實相 當入這個聖身境界的時候 生起無肉制 所源的就是諸法實相 諸法實相是無相 等出了這個聖身的境界 出了這個體驗 這個所謂的必進空當下 必進空 是超越人所 那出了這之後呢 菩薩要起的就是所謂的救度眾生 那救度眾生 他必須看到眾生受苦的狀態 那就是生起所謂的 厚德的 無分別制或是方便制 所以出地菩薩大概生無肉制 觀實相無相 那在生方便制 觀的是眾生苦是有效 他同時他不能併觀 但是在七地菩薩 他就有辦法同時併觀 就是這個你要問我是怎麼回事 實際上沒有那個體驗 我也沒辦法 我只能照經論上的說明 因為你這樣這個是 就是差不多我們的理解了 就是什麼 怎麼可能同時在我們的心事上 就我們的心裡面顯現眾生的苦 又顯現這個主法實相無相 一個是有相 一個是無相 所以七地菩薩它是個階段 它是可以二地併觀 那究竟圓滿的就是佛 就是出道菩提 所以明心菩提想是七地菩薩 他也有這個意涵 好那第二個勸發奉詞 他這邊就有別名禮相 結是正規了 那這個大家之後就會再看到 好那關於明心菩提 他又分了兩個 一個要真發菩提心 就我們剛剛等一下就會看到 第二個是分證菩提果 好那我們來發菩提心 就一定有問答 跟前面是一樣的 好這邊就提到 就虛不提就白佛言就問佛 就世尊善男子善女人 發阿尿多羅三秒三菩提心 雲和陰柱雲和相伯其心 這個前面也是有類似 就是一樣的文 好看一下導師的解釋 那前面講的是波羅道 接下開始就是要講方便道 那方便道是現正波羅 就是體正諸法十項 那更進一步的 要朝這個圓滿佛果邁進 這個階段 那序伯提的問呢 跟如來的回答 幾乎跟前面就是在波羅道 一開始 應該是二十六頁 二十六頁那邊 課本的二十六頁那邊 是一樣 不過不一樣的地方是在回答 接著後面 多了十五 十五有法發阿尿多羅三秒三菩提心者 那老師這邊又稍微提到 要比較其他的一本呢 是玄奘大師的翻譯呢 他在波羅道也有這一句 那其他一本是沒有 在方便道才有這一句 十五有法發阿尿多羅三秒三菩提心者 好 再次來說明明心菩提 前面說明心菩提是從凡入聖 的證物來說 就體證實相來說 所以明心菩提就波羅道來說 是菩薩修行的結果 但是從究竟圓滿佛果來說呢 明心菩提是無相發心的起點 所以這個是發的所謂的聖意菩提心 那為什麼是發無相發心 就我們剛剛所提到的 出帝菩薩實際上就是 清正實相了 清正實相 那實相就是無相 好 那前文問發心是要 利願普度一切眾生而發 是屬於世俗的菩提心 那這邊的是因為 體證實相 確立這個無我 或是生這個無我之 見如來法生 從這個悲至易辱而發心 這就是經中所說的少榮佛種 真佛子 好 那不管怎樣發心 他的問題就是說 怎樣去安住降伏內心 好 接著他的回答明言就是明心菩提嘛 還有出道菩提 還有究竟菩提 那這邊是先從所謂的明心菩提 就分了兩個段落 真發菩提心 那經文這邊就提到佛告須菩提 善男子善女人 發阿尿多羅三秒三菩提心者 當生如是心 我因滅渡一切眾生 滅渡一切眾生已 而無一眾生時滅渡者 這個基本上跟前面是一樣的 前面是幫將眾生分為 所以不管是胎卵絲化 從眾生的這個 一般說世生 那另外的分類就是欲界的 欲界眾生 還有色界的 還是無色界 就將眾生不管怎麼去分類 就是要將這些眾生 入無於滅 入無於捏盤而滅渡至 那滅渡一切眾生 又沒有實際眾生被救渡的意思 那這邊似乎是一樣 那何以故須菩提 若菩薩由我向人向眾生向受者向 則被菩薩所以則何須菩提 實無有法發阿釀多羅三秒三菩提心者 所以一開始導師就說了 因滅渡一切眾生 但滅渡一切眾生之後 不要覺得有實際的眾生被滅渡 或是被救渡的意思 這個跟前面的發菩提心是一樣 那因發聖意菩提心 是從必進空中起無緣大悲 而入世救度眾生 剛我們就提到了 這個 這邊更強調是七地菩薩 因為七地菩薩是可以 惡地並觀的 所以以大悲為本的菩提心是始終不二 不過一開始的這個所謂的世俗菩提心 它是好像是事物 它不是真的體驗到實相 它是藉由深刻的確信理解 要成就佛道 才有辦法幫助到一切眾生 那要幫助一切眾生 要生起平等救度眾生的心 那這邊有一個詞叫 無緣而大悲 那就是講慈悲有 慈悲大概有三個層次 在不同的書 這是老師的書上 或是不同的經 應該論上也都有提到 所謂的 發 應該說 眾生原詞 就是看到眾生受苦 我們就會去生起幫助他的心 這個一般人都有 我沒辦法會說 所謂的側隱之心 就像 一般的這種 行善的團體 或者你像看 現在世界哪裡有災難 我們就會去捐款去幫助 那之前 有跟大家介紹過一個美國 因為現在美國的一個女 之前是小女生 現在應該長大了 可能十七八歲 那時候就是他 可能五歲的時候看到 算是紀錄片 在非洲的小朋友都長不大 大概三十秒 就死了一個 他去探求原因 原來那個地方有那個虐疾 所以他就是想辦法去幫助他 幫助他 他們最需要的是什麼 就是蚊帳 所以他之後因為他而成立 成立一個村莊 就以他為名 前兩年又來台灣 那我意思是說 這種所謂的側隱之心 人皆有之 眾生原詞 看到眾生受苦 我們就會想去幫助他 那這個還不是佛教所重視的 第二個是所謂的法原詞 就是進一步的看到這些眾生受苦的 各個眾生 不將各個眾生認為是實有 等於說是觀眾生苦 可是他也看到這個各個眾生是非實有 就是要法原詞 那大聲所講的無緣大使 無緣好像是沒有對象 沒有對象怎麼可以生這個所謂的大悲 實際上並不是沒有對象 而是除了將眾生觀無自信之外 也將眾生所受的苦 觀無自信 如果苦有自信 那這些受苦的人 永遠沒辦法解除他的痛苦 我們現在頭痛 這個頭痛如果是有自信的話 那他不會消停的 他不會好的 就算現在我們說新冠狀病毒流行 不管他是一開始的 乃至現在是變種的 好像一直流行 那是不是有可能改變 有可能消停這樣的 這種流行狀況 實際上是有可能的 所以都是從所謂的空無自信 不將眾生觀為有自信 也不將眾生受的苦 觀為有自信 都是將他觀為無自信 所以叫做無緣 就是不是無所緣 實際上是觀他無自信 而生大悲心 這個才是真的所謂的大悲 就是所謂的無我才能大悲的意義 所以真的大悲 才有辦法無我 無我就是波爾治 大悲心 所以我們前面講的悲至易如 實際上所要強調的是說 我們一般說要生大悲心 實際上都雜有一些 不圓滿的地方 我有體驗到的所謂的無我波爾治 生起的大悲心 才是真正的大悲心 所以這邊說 體驗畢竟空 在畢竟空體驗實相 生了這個無我治 我波爾治 所以他出了這個聖身的境界 出了這個畢竟空 才有辦法看到眾生苦 不原苦為死 不原眾生為自信 而去幫助眾生 所以前面的一開始 以大悲心為本的發的所謂世俗菩提心 是所謂相似的覺悟 相似而已 它不是真實的 體驗實相而發的這個聖意菩提心 才是真悟 好接著就說明 實無有法 沒有一個法 可以成就這個發菩提心者 或是不是因為這個法 這個叫做發菩提心的人 就是沒有這個固定的法 前面所說 就是所度的眾生不可得 如果有可得的話 就是著我等世相 那就是觀這個所圓境 就對這個所圓境 對這個救度的眾生來說 不可觀為實有 好這是屬於前面 前面在剛開始發這個世俗菩提心 世俗菩提心之後就是所謂的聖意菩提心 就是付出行動 付出行動就是用所謂的六度式色 去來行菩薩道 或者去降伏內心的煩惱 所以剛開始的前段雖了之 雖悟得或者是雖悟得 所謂的普特且無我 就任無我 但是在修正時間上 不見得有辦法內觀無我性 而斷盡一切的我所知 這是屬於前段後段的差異性 那這邊此處不但是外觀 這個所圓境眾生不可得 也反觀自身 能行菩薩道 能發菩提心的這個菩薩 也是不可得 所以依著修行的次第說 先觀所圓的一切 不管是六根所圓的境界 或是眾生 就是色身等法 人天人眾生都是無自性 不可得不可著不可取 那但是因為這個根身蒂固的 撒迦也見 這個修行者自身 還沒辦法完全的遣除 所以進步的要反觀發菩提心的人 就是修菩薩的這個人呢 也是不可得 乃至祂發的這個菩提心也是不可得 也不見有任何的法可以作為發 無上菩提心的人 那這時候呢 才斷進一切的細論 而入所謂的無分別法性 這邊的無分別法性呢 基本上 基本上就是還是諸法實相的 一樣的意思 你可以不同的經論 大概用不同的語詞 不過是同樣的意思 無分別法性 法性諸法實相 真如如空性 大概都是這幾個同樣的概念 同樣的詞 就是諸法實相的意思 所以中觀比較強調是 一切我法皆空 而以黎撒迦也見的我我所知 為入法的不二門 就是說我們要驅入這個諸法實相 就是要理這個所謂的我所 我我所知 就是這個自性見為核心的人 所以無所化的眾生相可得 那無能發心的菩薩可得 讓這樣子來降伏心 讓心能安住在大捕迪心 從三界初到一切之海中住 所以從三界初 並不是說菩薩出離三界 就真的是出離三界 應該是說他的煩惱出離 菩薩是要不住生死 也不住涅槃 所以真的成就佛的菩薩 他並不是真的出離三界才去修所謂的 救度眾生莊嚴佛度 反而是在三界中 在這個 因為奇地菩薩 奇地菩薩他有另外關鍵 就是說得無分身法染之外 他是捨得一般的所謂的 肉體生生 就是父母生生 他得了所謂的法性生生 他可以變化 就看眾生的需要 化身到眾生的不同地區去救度眾生 所以他不會有局限的 好這邊就稍微解釋一下 可能有些人 有些人對經的理解 就這部經的理解上 不太一樣的地方 多數學者以為 聲聞能破我值 大勝才破法子 那當然這個中關 或是波羅經系是沒有 應該說 中關或是導師他不是這麼認為 我們之前有提過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就應該先破我值再離項 那本經前後大段 一般也把它分別做什麼 先破法子 後破我值 那這樣子就會有所謂的矛盾 那再者呢 佛為眾生說法 那對有些多明我空 那相信者 相信的人呢 比較多了 那到了這個所謂的聖治清政 所謂的聖治就是無肉治 就波爾治 反而反而是偏值珍藏大我 就是有些不同傳承的或是中派的 詮釋經呢 可能有些各自中的思想 來詮釋這個經 就這樣子剛說到的這種情況 所以本經呢 與此正治的方便道 就是依著波爾治 這樣子繼續行方便道 特別重視無偶的開示 這是要說明什麼 就是即使聖治獻決 就是聖起的波爾治 那方便道中的所謂的方便治 基本上還是依著波爾根本治而生的 所以就算是 聖無肉治 體證實相的當下 不管是人觀的諸法實相 人觀的智慧所觀的諸法實相 都還是空無我 都是還空無我 接著這個是屬於蒸發菩提心 接著是屬於 分證 菩提果 須菩提與意雲和 如來於蘭燈佛所 有法得阿尿多羅三秒三菩提佛 福也世尊 如我解佛所所意 佛於蘭燈佛所 無法得阿尿多羅三秒三菩提 好 佛的回答如是如是須菩提 實無有法如來得阿尿多羅三秒三菩提 若有法如來得阿尿多羅三秒三菩提者 蘭燈佛則不與我受寂 如於來勢當得作佛好事加摩你 以實無有法得阿尿多羅三秒三菩提 是故蘭燈佛與我受寂 做事言如於 來勢當得作佛好事加摩你 而以故如來者即諸法如意 就是諸法本來的樣子 或是本來的狀態 若有人言如來得阿尿多羅三秒三菩提 虛不提實無有法佛得阿尿多羅三秒三菩提 虛不提如來所得阿尿多羅三秒三菩提 於世中無始無虚 還是再次強調無始無虚 事故如來説一切法皆是佛法 虛不提所言一切法者即非一切法 事故明一切法 那最後一句大概是屬於所謂的三句論法 雖然說了這麼多的內容 但不要將這些內容值為實有 所以佛成就佛道 也不是因為有個所謂的無上菩提的法 佛才成就佛成就圓滿的菩提 就是不要把這個法當作實有 發生意菩提心就是分正無上片正覺 分正就是已經體驗到一部分了 所以這個就是波爾道跟方便道的 算是三聖同路無虞捏盤的一個關鍵 一個切合一個點 雖然這個法性是沒有分別 但是我們說因為修學者的發心 還有他的所行而有差別 那到這個階段 七弟菩薩他再發心 我們有提到 因為那時候他是有可能可以提振十項 就是捏盤的 他可以進入驅正捏盤 但是當下諸佛勸請再發心 這時候的再發心叫做 發的是生意菩提心 那因此這樣的菩提心呢 這所謂的生意菩提心 跟之前波爾道一開始發心的 世主菩提心不一樣 所以叫分正無上片正覺 所以他已經圓滿了一部分的 這個佛菩提的意識 上文以明無法為發菩提心者 就是剛剛已經有提到 沒有法是可以作為發菩提心的 那這裡又說明無法為正德者 就是沒有什麼法可以正 那佛以自身的經歷修行的過程 來分正菩提果 就是說剛講的發生意菩提心 實際上就是分正無上騙正覺 那無上騙正覺實際上就是 菩薩修行最後的果 就是圓滿佛果 圓滿佛菩提 所以他一開始就先問虛菩提 這邊呢就是 釋迦佛自稱如來 就是在蘭燈佛的時候 到底有什麼實法可以正德無上菩提 虛菩提就理解佛所說的道理 所以他的回答是沒有 所以佛就進一步的說 確實是如此 沒有什麼是可以誓 可以誓他得無上菩提的 就沒有什麼法 假設有某種真實有自性 所以這邊導師就強調了 真實有自性的法 真實有自性的法 那因為有這樣的法存在 佛呢清正之後得到這個無上菩提 那這樣子的話就是由所謂的我我所指 那這樣子蘭燈佛就沒有 不會為釋迦摩尼佛受寄將來做佛 當然我們在世俗言說上 我們說佛呢 佛是所謂的創覺者 就是創覺者並不是他去 發明這個所謂的諸法實相 就是說佛成就佛道的當下 這時候這個時間空間沒有人教導 那沒有其他的人教導 所以叫做他是創覺者 第一個他成就的 那就會認為說體驗到這樣的法 好似乎這個我們一般在講這個 所謂的法是什麼 法性 法柱 法戒 法性常在 法柱 法戒 好像這個諸法實相這種聖身法 好像都是固定不變這種概念 實際上這是說明上 如果我們將這個法職位是實有自性的話 基本上那是根本上就是不正確的理解 所謂的諸法實性的這個道理 所以這邊導師又講 不要認為有某種真實有自性的法 是如來能正的無上菩提的 好接著進一步的解釋經 因為當時獻覺就是佛獻覺 獻覺應該說體證體驗體證的當下 就是能觀至所觀的真理的那個當下 他獻覺我法性空 我法性空 所以他當下是超越人所 所以不見有人所得 離一切相 所以這無聲法忍 無聲法忍 我們智論也有討論說 這無聲法忍的內涵包含了什麼 就是身文的所謂弱智弱斷 等於等於說身文所得到的智慧 所斷的煩惱 就是弱智弱斷都是菩薩的無聲法忍 所以波爾金在無聲法忍是一個關鍵 弱智弱斷都是菩薩的無聲法忍 所以也可以理解成七弟菩薩 就可以成就身文的果位了 他的智慧乃至他斷的煩惱 簡單的說 體驗當下是要超越人所 所以七弟菩薩的無聲法忍 無聲法忍就叫做 阿尼亞多羅三秒三菩提 實際上這個叫做什麼 分的菩提 那也可以叫做如來 或是如來的法身 一部分 如來這個詞 外道解釋為我 總是認為有一個 如如不動 往來三界的生死輪迴的 這個主體個體 或者呢 把它理解說 三世輪迴的個體 藉由方法去除了煩惱 解脫了欺負 那本來如是常住者 所以大概會有這種 固定不變的個體 那後期大聖經想做的這個 所謂的如來葬思想 有一點點是 會讓人家誤解有這種成分 所謂的固定不變 我們說 這邊會提到是 中觀是以所謂的無自性為自性 就是它不需要去成立一切法 去用什麼去成立它一切法 就是生死流轉 乃至解脫清淨 它不需要有什麼法 那後期大聖 大概就是要有一些 按例某個名稱來說明 凡夫為什麼會無止境的輪迴生死 那就為世學來說 它就是依著所謂的阿賴耶士 阿賴耶士本身含長的無量種子 雖然它的解釋阿賴耶士中的種子 是極生極面 所以它比較沒有所謂的常住 它就避免像這個所謂的固定不變的 因為維世學的阿賴耶士就是輪迴的 說明這個輪迴的主體 就用阿賴耶士去說明 但阿賴耶士中的種子是極生極面 那凡夫呢 無時來就是 唯有雜染無名的種子在裡面 那藉由後天的 這為什麼叫做修德會 藉由後天的聽經文法 再去熏習清淨的種子 那越熏習呢 這個清淨的種子越有力量 那就會付出行動 去受三規持戒 乃至修禪定修智慧等等 那這些所修的善行善法又熏習 慢慢的熏習 成這個所謂的清淨種子 清淨前的 慢慢的 將阿賴耶士中的 雜染種子消滅 或是讓它不升起現行 那一直現行清淨種子 到最後最後可以完全 將阿賴耶士種子變為清淨 這轉四層次的這階段 所以它一開始怎麼去說明眾生輪迴 怎麼說明可以解脫煩惱到究竟解脫階段 是它先用阿賴耶士去說明 那我剛說提到這個如來葬系 如來葬思想的大概就是一的所謂的如來葬 因為如來葬在眾生中 本據如來的功德 它是清淨的 它是清淨的 因為眾生有無名的掩蓋 所以沒辦法顯示清淨那一面 所以要去修行去除這個 所謂的無名渣然的部分 顯示清淨 但是這個部分呢 就會讓人家比較像是外道所說的我 在如來葬經中也有提到 一開始 佛是為這些眾生害怕聽到空無我的人 去案例所謂的如來葬 那如來葬有所謂的 空跟不空如來葬 那最後呢引導眾生如果可以解脫的話 那個所謂的如來葬實際上也就是法公信 所以也不能執著 但是一開始說明上 或許讓人家覺得比較接近 這邊所說的外道說的我 我們接著回到這個經本身 這邊經本身來說 在佛法中呢 它是否定了 這個外道的我論 有我論 或是這個所謂的神我論 那如來這個詞本身就是諸法如意 我們剛剛有提到有所謂的如解如說如來 那諸法如意就是諸法本來如此 所謂的無二無別 那無二無別不要把它觀想成一 就不要把它認為是一個一 那有個一呢就會引申一 從這個所謂的萬法的根源而延伸 所以如來葬的思想也似乎會讓人家 因為他是一直跟著眾生無止境的輪迴 但是因為這個如來葬 如來本具的功德 清淨的功德又不會改變 所以他比較會是根源 萬法的根源 所以這邊導師就講 雖然一切法的本質無二無別 但是不要把它歸納成一 一又比較會是 比較會讓人家理解成是一種萬法的根源 那萬法的根源 你進一步的討論說 那這樣的法是怎樣存在 難道它是非因緣的存在嗎 所以一切法的本質就是平等空性 我們叫做如 所以如來就是諸法如本來的狀態 諸法如意 諸法本來的狀態 本來的面貌是什麼 就是平等空性 所以如果可以體驗到 與此如意而誤入 就體驗到這樣的諸法平等空性的話 我們就叫做如來的 那既然諸法如意 就沒有分 就在這個當下 就是體驗這個諸法實相當下 是沒有彼此的差異 沒有人所的分別 那因為這樣的聖身境界 並不是一般人可以了知的 所以是極難信受 因為我們所一般人的思維體驗 我就說 我們可以觀察一下 從我們起床之後 一天的生活作型 生活經驗到的 都是會有所謂的彼此人所 都是有這些分別 這是凡夫這是必然有的現象 但是也是藉由這樣的觀察思維 我們可以更進一步的朝向 所謂的無分別邁進 好 等一下我們如果有時間 我們來說明 怎麼升級所謂的無分別制 就印度的宗觀 或是維世 它有它的修行方式 跟漢傳佛教 或者是禪宗這種 禪宗的記載也是蠻有趣的 如果你看古的那些公案記載 有些有出家人在掃地 石頭掃一掃 就打到旁邊的竹子 突然間它就開悟了 這個好像講的這開悟 有點是比較隨機 還是說比較沒有有機 好像無機可循的感覺 就突然間就開悟的樣子 那不過我們剛剛說提到的 大聖的宗觀或是維世 基本上它是有次第可說明 就是你要升無分別制 並不是就如同我剛舉的這樣子 就突然間就開悟這樣子 就突然間升級無分別制 並不是如此 好 我們先把最後這邊先看完 如來既然是如意的獻訣 就體驗這個諸法的實相 如實意的獻訣 那體驗的當下 就不能有所謂的人所可說 所以像心經最後也是 是在空中 我們剛剛昨天有講 應該上次有講到 是諸法空相 它先從無運去遣除 無色受想形式 無言而彼此生 無運十二處 乃至緣起四地都無 最後是無至於無德 所以在聖聖境界 基本上是沒有人觀的字 所原的真理 所以因此呢 假設有人說如來是 能得無上菩提的人的話 那這個就是沒有辦法 理解佛要闡事的道理 那如來有所得的無上菩提 實際上就是所謂的獻訣出法如意 就是這個道理 那這是通達一切法的虛妄無始 離妄向而側見如始相 這邊側見不是眼睛見 這樣就是智慧去體驗的 但是呢一切法自性 一切法自性是不可得 是以無自性為自性 所以這邊就是中觀所強調的 以空無自性為自性 就是以空無自性 當作法的本質 所以以無自性為自性呢 當然是不可以執著實 也不可以執著為虛 所以無始無虛的 無上騙正覺 就是離一切相 通達一切法如相 這樣的諸法實相呢 並不是離開一切法 而別有所謂的諸法實相 應該說在這個 所以大聖比較關切法空 所以他的說明上是從 生面現象 直接去體驗的 不生不滅 這個是比較高的層次 當然我們 凡夫要直接從生面相 體驗不生不滅 當然是 並不是那麼容易的 所以這邊來說 這個諸法實相 並不是離開一切法 而獨有一個所謂的諸法實相 而是諸法實相 就是一切法的本質 所以色不一空 空不一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空跟色的共通性 就是所謂的無自性 所以色法本質無自性 就算空本質上也是無自性 所以色就是空是一樣的 所以所謂的無自性 或是所謂的空 並不是離開色法去關一個空 應該在色法中 由色法或是一切法的無常 生滅變化去知道 他是空 既然是空 他就是不生不滅 我們再次強調空不是沒有 空是否定的 就是沒有獨一性 沒有實有性 沒有恒常性 沒有恒常性 這邊又舉 百花異色同歸陰 同歸一樣 高露虛迷 弦同金色 所以在這個就是重點 重點 與無邊差別的如幻法相 如幻法相 就是元起法相 就是條件所成 產生種種相 同樣有泥土 有水 有人工 你可以把它捏成 製作成碗 製作成盤子 製作成筷子 它可以變成不同的物體 意思就是說 你給它什麼樣的條件 它就成這樣怎樣的結果 所以這無邊的如幻差別相 就元起相中 深入這些所謂的差別相 只發現這些所謂差別法的根本核心 就是什麼 都是自信空 都是什麼 離相而極滅 所以在聖智聖見 就是無漏智 或者聖者的體驗當下 一切法都是本晉 本智清淨 那清淨呢 在大致多論也有解釋 就是空的別名 因為有些眾生是害怕實際聽到空 所以清淨也算是空 所以一切法本智清淨 也說明一切法本智空的意思 就是自信空 所以一切相離子而入 利就是諸法實相 而切法皆是如 如剛剛有提到 諸法實相的別名 男人呢 即必盡空 而依元起成事 就是說 這個就牽涉到 有一個詞叫 所謂的 元起而性空 剛前面這句話 就是差別相中 這些差別的相 不管是我們說眾生 從人來說 有男人女人 乃至男人又可以分膚色 高矮形狀大小 高矮胖瘦不一樣 那這些差別當中 有它的共通性 就是無韻法 那接著去觀這個無韻法 法本身也是空無自信 所以 元起而性空 從這個元起相去觀達 通達這各個差別的本質 就是那共通性 就是性空 那之後呢 性空而元起 這邊所講的 我們體驗到這個性空 或是這個空的道理之後呢 落入於世俗 在我們還沒有達到佛的階段 我們所修所行呢 基本上 你還是要知道 所謂的善惡業因果 所以這邊導師又再一次強調 有人指理費事 就是強調空的道理 就認為什麼都不用做 一切都空了 我們做這些努力 到最後也是空 所以呢 就不需要怎麼努力 甚至這邊所提到的 以為一切無非是佛法 就將所謂的邪法滲入正法當中 那慢慢的佛法就施真了 所以真的了解空的道理呢 第一個要確立世間的因果 你不會因為空而否定世間的因果 那也不會認為說什麼都可以 佛教講的隨緣 這個要大家自己要注意 所謂的隨緣 並不是好像我們什麼都不用做了 所謂的無分別 也不是什麼都不用去管了 好 接著如來才說 一切法皆是佛法 那又馬上說 他所說的一切法皆是佛法 但是不要認為有實有的一切法 不要棒佛實有 這些邪見雜然的一切法 所以在世俗地上還是要善惡分別 要因果要去觀 要正觀緣起 正觀因果 不要將所謂的善惡法混為一談 有時候佛教有些甚深的道理 被落入於世俗的言說上 來自實踐上就會好像什麼無分別 就不用什麼都不用分別了 善法惡法都可以 實際上不是 好在深意畢竟空中是一切法 絕無自信 就是無自信 那就是非一切法 所以從這個道理來說 沒有一個實際上的法可說 那因一切法即非一切法 那但是佛正此一切法 就假明這些法叫做佛法 也可以這麼理解 一切法的自信不可得 就是佛所正的正法 就是通達空無自信 好那剩一點時間 先說明一下這個 剛所提到的就是 怎麼生這個無分別字 等一下 這個還蠻重要 就是怎麼生這個無分別法性 並不是什麼都不用分別 這段文是影誌 是這個導師的這個寶基金講記 當然他其他的 像變法法性論講記 或者我一次學的乃至大聖起信論 他都有在世的強調 就是說 最後是要引發所謂的無肉聖制 那所謂的無肉聖制就是無分別法性 那怎麼生呢 那就是一開始要觀一切法的無自信空 不生不滅 雖然這樣的觀察是屬於分別 是屬於世俗的觀察 那觀一切法的自信不可得 是屬於分別觀 那但是這樣的分別 是隨順於聖意的 這樣的分別是能破分別的 最後可以引發無肉聖制 所以 就我們所提到的 要生所謂的無肉制 就靠佛教的加工用型 那學佛山要說的就是 先將聽聞的佛法 跟三法印 或是一時相應 一時相應 就是這邊所說的一切法空的道理相應 進一步的再去沒有藉由人的講解 或者我們自己看經論 自己在靜心 在安靜的時候去思維這樣的道理 乃至定中去觀察 這個階段都還是屬於所謂的世俗的分別觀 但是這樣的分別觀是有犯法朝向與聖意 那最後可以引發所謂的無肉政治 所以呢 這樣的真實觀 這邊的真實觀請大家注意 這邊的真實觀是屬於所謂的世俗的分別觀 並不是屬於無肉制 可是因為這樣的真實觀 為什麼叫真實觀 真實觀就是對應所謂的聖解觀 或是聖解作意 聖解作意是什麼 就是我們像觀所謂的青黃石片處 青黃赤白 就是所緣淨都變成青色青片 或者是我們在修這個所謂的不淨觀 並不是我們真的看到這個骨頭 就是我們看到這個什麼白骨像在我們眼前 它是藉由我們的作意 藉由我們心力的強而有力去顯現這個 白骨的這個狀態 我們去觀察它 這個都不是真實的觀察法 真實的觀察法 就觀察法的無常無我 觀察法的空無自信 這個叫真實觀 不過這邊的真實觀 還是屬於世俗的 所以這樣的真實觀是有觀的妙用 但是不會是知取 因為我們是觀一切法的無自信空 這是誤入真實性 就是誤入諸法 誤入無分別法性 是要的 如果沒有這樣的真實觀 沒辦法升起無漏誌 所以這邊短短的文 就跟大家說明的是 就是漢傳佛教講的比較聖者的體驗的階段 有時候像禪宗的公案都是比較 紀錄的是比較僅越的 他實際上似乎看人家感覺沒有這個 修學的這個次第 但是呢 導師在他的書上 再次強調 就是在印度大聖的中觀或威士乃至如來葬系 他們的修學的次第上還是有次第的 就如同我們這邊所提到的 就是你要先通達這個所謂的理想不住 不執著 對境不會產生執著 就如同我們任何境界呢 我們心有免疫力 不會心隨這個境界而生起伏 一樣 那慢慢的將在生活上 先至少先清除哪些境界呢 是會讓我們心起伏的 那我們一開始呢 還沒有能力之前呢 盡量的避免 那到最後才去寂寞的觀察 這些所謂的境界 所謂的對象都是空無自盡的 先要先知道 它是對我們心事成 對我們個人是有作用的 是有影響力的 那第二步才有辦法 去想辦法去對峙它 第三步再去觀 這些對境 這些境相 實際上是所謂的無自性 那 那等真的體驗這個諸法實相 而生了這個 波爾治無肉治的時候 那之後幫助眾生 行菩薩道 這個才是 究竟的幫助眾生 真實的行菩薩道 在這之前呢 我們還是要 藉由多訊息 多聽聞 多思維 來堅固我們的觀念 那影響我們的生餘 落實於生活上 好 那我們今天就先到這邊了 好 請合掌 願以此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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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吉於一切 福吉於一切 我等於眾生 我等於眾生 皆共臣佛道 皆共臣佛道